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时代少年团》里让人甜到掉牙的CP们 众所周知,《时代少年团》是一个养成系男团 弟弟们个个都有超高的颜值和傲人的身材 有的长相秀气,有的长相硬朗 相处起来也十分的温暖和友爱 俩俩在一起就很难不让人不想联翩 粉丝们还给个个CP起了名次呢 嗨,贝比们,咱们一期会的时间又到咯 在《时代少年团》这个欺人小团体里 有的CP拍照可以看来看去 工作人员暗暗默许,甚至偷偷喝糖 有的CP则没爹没羊 看彼此一眼都不得行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哪些CP可以明晃晃的秀恩爱 哪些CP只能暗戳戳的秀恩爱吧 即经CP,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个CP是关于丁程兴和马家琪的 丁程兴进入TF家族的时间很长了 在这期间,他亲眼见证了公司的成长 也经历了很多场的分分色合 2017年7月份,公司宣布了马家琪正式练习生的身份 他们共同经历了从台风十字到TFT出道直直解散 再到《时代少年团》的组合出道 可以说,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马家琪出现在丁程兴身边的时间虽然比较晚 但两人却十分契合 丁程兴进入18楼比较早 在TF家族中一直作为大哥哥照顾别人 但是马家琪的出现,让丁程兴这个大哥哥也开始被人照顾了 虽然马家琪比丁程兴小 但小马却总是无时无刻不宠着小丁 他的队友贺俊林去录节目时 有人cue到说马哥在哪 贺俊林马上说了一声 马哥当然在丁程兴身边了 这种谈很难让人不科呀 老实人马家琪也老是被小丁套路 每次还都得向丁程兴认错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马家琪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小丁的套路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两人都是乐在其中的 希望两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发展 撒更多的糖啊 文宣CP 文宣CP是指宋亚轩和刘耀文 他们两个一个宠一个年 近日 文宣CP的超话热度登顶 让不少CP粉恍惚雀 因为之前刘耀文和宋亚轩都在出过道 一起经历过出道又解散 彼此都见证过彼此的成长 台风十字分离和DYT解散对他们伤害很大 刘耀文说 当时他俩就躺一张床上哭 没想到在新团体里 他们还是只有彼此 因为相同的经历和处境 也因为性格同样细腻温柔 在蒙探探探案里 宋亚轩和刘耀文的粉丝引起共鸣 兄弟俩自下感情真好 感觉早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朋友 更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看似节目中的互动并不是很多 却时刻关注对方 节目里有提问的环节 每次回答关于对方的问题 导演都挑了并不是很让人注意的 两人相处之间的小细节来提问 但是两人都答上来了 可见他们之间有多了解彼此 刘耀文在节目上问了宋亚轩一个问题 为什么总是不回消息 而他每次秒回宋亚轩 还说宋亚轩有时候发的视频 并不是很搞笑 但一直配合他 这大概就是两人之间感情的象征 两人只要在一起就互相连着 刘耀文总是喜欢把头 靠在宋亚轩的头上 难怪一些待拍说 两人的单人镜头太难拍了 在时代少年团镜头中 刘耀文和宋亚轩的互动太自然了 本次调侃他们不愧是睡在一间宿舍 甚至睡在一张床的室友 关系好得没话说 晃超市时 宋亚轩直接挽着刘耀文胳膊 若在现实生活中 两个大男生勾肩大背 肯定是一道靓丽风景线 更别说是刘耀文和宋亚轩这样的帅弟弟了 除了在团中的互动比较多 魂轩细皮还一起参加了正能量活动 两人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课 即便年龄不同 学历目前也不同 但在上课抓拍照中 两人同款环抱 坐姿依旧十分的默契和谐 身后其他同学都穿校服 只有两人穿白衬衫 无论是活动方有意为之 还是两人私下的举动 宋亚轩和刘耀文的兄弟情是真的 粉丝瞬间磕到了 他俩的心屁名又称碗盆 小编以前经常磕CP 但是磕的一直都是那种很刺激的CP 第一次接触文轩的时候 一直觉得文轩很小孩子 但是最近真的让我震惊全家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文轩两个娃子的脸 看脸就是能拉郎的一对呀 时代少年团有好几对CP 文轩是其中为数不多 从认识相知相识 经过出道再解散 再出道 从没有分开过的一对CP 从小陪伴对方长大 说到哥哥弟弟 文轩有一点很好磕 刘耀文是团里的妖二 最小的一个 但是刘耀文从来补教宋亚轩哥哥 除非是撒娇 是真的从来补教 甚至我觉得她的潜意识力 已经把自己当作是 自己是宋亚轩的哥哥了 并且做什么都要拉着宋亚轩 一起明明大家都在 但是只拉着宋亚轩去买水 宋亚轩还是刘耀文的专属摄影师 有一张照片 朋友的眼神 很多人都说 磕文轩磕的是初恋感 说他们是海尔兄弟 待在一起没有姓张力 不过只是两个男同罢了 但是现在的文轩 真的越来越让人感到害怕了 根据队友吐槽文轩睡觉 喜欢面对面 头对头 身体对身体 他们两个搂在一起 面对面睡 且睡一床被子 明明是有两张床 小编可以大胆发言 文轩是整个CP榜里 唯一一队 明天晚上搂在一起 抱在一起睡觉的CP 每次他们出外务 住酒店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担心 因为他们肯定是睡在一起的 他们两个也总是做出一些 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看恐怖电影 宋亚轩害怕了 刘耀文就把手扣在他的手背上 来了一个十指相扣 刘耀文过生日时 宋亚轩整个人躺在刘耀文的身上 刘耀文看到有摄像机在拍 害了拍宋亚轩的屁股 使一塌起来 这是以前抖音上 以前横火的一个游戏 文轩 你们真的是Respit 现在的碗盆 好像已经进入了热恋气 变得越来越吓人了 我们文轩从来不是关退 同样是大势CP 别人家已经有九个舞台了 而我们家只有两个 第一个还是在三年前 他们是练习生时期的 但是他们总能够在角落里 惊演所有人 有些照片 小编也是磕得诗语 板盆总是在角落里 搂搂抱抱 练习累了 像小猫一样躲在角落里面 依靠在刘耀文的身上 喜欢不经意的逗你开心 脑你痒痒 总之 根本讲不完他们 到底有多么的好磕啊 但是也非常郑重的 向各位爽歪歪们 推荐着这一对CP 时代少年团宋亚轩 和刘耀文 他们的痛苦 一直都是对减半 幸福一直都是双倍 刘耀文能够脱货而出 宋亚轩的名字是二世华 宋亚轩能够在 一中照片中 一眼认出了 刘耀文小时候照片 请他发过微博 而其他队友 甚至本人都不太记得 柯文轩不用担心 防止他 也不用担心不勾填 本次们所有的贷款堂 他们都能还上 接下来是翔林GP 杨浩翔和贺军林 两个人都是 时代风俊培养出的偶像 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虽然时代风俊 有很多的练习生 但是 严浩翔和贺军林 两个人的关系特别要好 后来传闻说 李飞和黄瑞闹掰 黄瑞将严浩翔带去了 夜安月社 那个时候 甚至传言说 严浩翔走了之后 他和贺军林的关系 也闹掰了 后来时代风俊 和夜安月社的关系 变得有一些紧张之后 严浩翔就又回到了 时代风俊 从这一点可以猜得出来 应该一直都是签约在 时代风俊的 严浩翔和贺军林 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两个人一直都是好哥们 严浩翔回到时代风俊之后 就和贺军林等六个小伙伴 一起组成了时代少年团 一个钱多被称为财阀 但是数学不好 一个是队内公认的财务总监 一个是气场熊猛rapper 实则私下是爱撒娇的小熊乱堂 一个是外表毒舍爱怼人 实则每个成员的生日 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暖型小兔子 这两个人互动起来 很难让人不激动呀 之前小赫生日 严浩翔发微博 祝小赫生日快乐 被新的网友发现了端倪 严浩翔为贺军林发文的时间 是凌晨7点33 看似随意 实则太甜了吧 严浩翔16周岁 贺军林17周岁 16加17等于33 当粉丝发现 严浩翔发文时间 暗含两人年龄时 填到心坎上了 估计贺军林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吧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 两人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希望两个人互相陪伴着 继续走下去吧 和谁都好的张张 张真元 作为团里的我口担当 一直是团里面最温柔的男孩子 张真元的温柔好像阳光 不用刻意去感受 他就自然地沐浴在 每个团员的身上 玩摔跤游戏的时候 会把手臂垫在对方身下 他尊重女生 会说女生都很好 不愿意伤 认可一个女生的心 宿舍突袭采访 他会给刚起床 就接受采访的队友整理头发 同伴训练累得哭了 他会在旁边陪伴安慰 游乐园里 队友不敢坐过山车 他会一直陪在队友身边 他对待朋友真诚善良 愿意给出所有的温柔 运动会蒙眼捉人的游戏 他抓到人 会先放低自己的重心 再轻轻把对方放倒 四个名牌也会留到最后 把倒地的人扶起来 以后再走 小编看过一个饭拍 他抱着的队友 重心不稳倒下了 蒙着眼睛的他 却护着一起倒下 而且先把自己的手 撑在了地上 和师弟一起活动的时候 做游戏时 一直提醒师弟们小心 会替师弟检查话筒 师弟趴在指压板上 压爆气球 他会担心师弟痛不痛 过去抱着师弟安慰没事 还会半跪在地上 帮师弟系鞋带 张张一直都是最温柔的存在 他对每位成员都无私的奉献 不偏不倚 这也许就是张张魅力的 独特之处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 时代少年团想要看的内容吗 快来评论区给小编留言吧 小可爱们 既然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那就一间三连载走吧 点击关注不明 我在这里等你哦 phase bars 点击关注不明 点击关注不明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